你好 大家好 我是Stan 去年SWPA播放的时候 罗杰编舞的Hai Mama 可以说是当时在韩国引起最大话题的舞蹈 而最近在韩国引起最大话题的舞蹈 应该就是Smin Pa中Pata编舞的Sepin 代表四代男团的主舞们也都cover了该舞蹈 但是今天男团AT级成员疑举举举该舞者的影片 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首先给大家简单整理一下整个内容 在Smin Pa中Pata编舞的Sepin 最前面开摩托车的这个部分 在上个月节目一开始播放的时候 就有ATiz粉丝们提过 舞蹈跟ATiz三年前发表的Semin内舞蹈一模一样 但是因为ATiz在韩国的粉丝团不算很大 而且很多Smin Pa的粉丝们都说 这是在海外已经是很普遍的舞蹈元素 所以不是抄写ATiz 就这样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议 但是昨天ATiz超原舞妖 在舞台Dance Break的时候 做出了这个手势后 跳了这个摩托车舞 而舞妖的这个动作是 皮部以门在一模一样模法其他舞者们动作 或者是做非常相似动作的时候 会做出的手势 所以很多网友们就猜测 舞庸做完这个手势后 马上就做了这个骑摩托车的舞蹈 所以应该就是在举击Pata 然后据了解 这个舞蹈确实是这个外国舞台制作的舞 是ATiz所属公司在三年前 正式付费买来的这个舞蹈 昨天看舞台的时候 还以为是ATiz在做Sepin前零级呢 原来是三年前的舞蹈 所以Sepin法粉丝们说 这是在海外很普遍的舞蹈后拿来的证据 就是给ATiz编舞的外国舞团影片吗 这不就是自己打脸自己 这不是差不多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抄袭 第一次看过IDOL这样公开举集 对于舞蹈抄袭 在舞台上用舞蹈来举集 感觉有点帅 对于ATiz舞蹈举集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Li Serapin成员们 阻挡要求生日快乐粉丝的方法 这是在请问生日直播的时候 有很多粉丝们留言 今天也是自己的生日 要求成员们说一下 清楚自己的话 所以成员们就说了 以后每次开直播的时候 都会为了当天生日的粉丝们庆祝 而开始的 真的太可爱了 无法不入坑 真的好可爱 实吧 第一次看这样的组合 笑死我了 愉快女人组合 真的是一组愉快的女团 妙妙妙 今天的妙妙就到妙妙 我们妙妙 请您再见 妙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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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